好 请看这个数的运算规则12 乘法对减法的分配率 5-3乘以7 这个跟分配率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画个图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 我们假设呢 棒棒糖呢 每支7元 好了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就走到这个货架上面 就拿了5支棒棒糖 后来呢 我们想一想 想一想 五支棒棒糖买太多了 太多怎么办呢 我们就少拿三支 少拿三支就直接拿回去放好 拿到货架上面去 所以呢 我们一共买了几支呢 原先买五支 放回货架 放回三支 就直接放回去了 所以我们真正拿去结账的只有5-3 就是两支 那一支7元 所以呢 5-3乘以7 一共要花这么多 那5-3就是2嘛 2乘以7就是一共要花了14元 是这样 这是第一种想法 那第二种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呢 我们没有拿回去货架上面放 我们直接去结账就是5支 5支多少钱呢 就是5乘以7 然后我们发现 就是说我们突然反悔 就是这三支呢 我们不要 少算三支 那怎么办 发票已经达了5乘以7 那就在发票上面 再扣掉 扣掉呢 三支棒棒糖 一支7块 扣掉3乘以7 就等于是说呢 我们没有买这么多 我们本来要买五支 但是不想买这么多 后来扣掉三支 就5乘以7 扣掉3乘以7 那5乘以7 35减掉37 21 算出来还是14 答案是一样的 答案是一样的 那这样子的规律呢 我们在数学上 就叫做分配率 分配率 也就是说呢 它好像就是 一开始就是 把棒棒糖 直接放回货架 第二种想法呢 就是在发票上面 把它扣掉 我本来要买五支 一支7块 扣掉 少算三支 因为我不想买了 三乘以7 这两个算法 答案是一样的 那这个呢 我们在数学上呢 就叫做分配率 那为什么叫分配率呢 我们可以这样想 这呢 来看一下题目 题目这边都有乘以7 我们可以把它分配进去 所以呢 变成五乘以7 中间这边减 我们就写减 再来呢 再分配第二个 第二个叫3乘以7 所以这两个做法呢 是一样的 那你就看呢 到底哪个比较好算 你就用这样子来算 就可以了 关键点在于说 怎么样才会比较好算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 棒棒糖的这个想法呢 来想这个问题 那老师在旁边呢 再举个例子 跟大家说明一下 比如说呢 这个4减2乘以7 你要用分配率 你可以这样做 把这个乘以7呢 分配给第一个 分配第一个叫做4乘以7 然后呢 中间是减 你就写减 再分配给第二个 第二个是2 减掉2乘以7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叫做分配率 这两个是4乘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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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是4乘以7 这两个是4乘以7 3达以8 7达以7